今天的视频跟看房子有关系 但不是我要买房子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完今天的视频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三卧室的公寓空间一共有1200尺 算是公寓里面非常大的面积了 同时非常难得还有这么大的一块户外的 一两百尺的户外的空间 户外的空间的好处是非常的透气 我出来之后 下面是我非常熟悉的列治文的几条主要的街道 在远处到外你可以看见 列治文非常重要的一个赌场 何时剧院 何时赌场 在那个位置 那个也是天车站的一站 所以你去到天车站也非常的方便 在两年之内 在这个楼盘的这边的位置 还会新建一个天车站 所以会更方便更近的来到天车 乘坐天车去到温哥华的其他的位置 那边你可以看到温哥华国际机场 列治文北面的环水的区域 和刚刚我讲的何时赌场 列治文这几年的这个公寓楼盘 盖的也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踊跃 所以你基本上在这一片 见到很多的兴起的楼盘 都是在这个区域 今天我来到这个三居室的房间里面 因为都没有布置任何的家具和装点 所以待会我会带大家再去到那边 Pinnacle Living 那边有个展示中心 看看装饰好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更漂亮的镜头 对这个三居室的公寓有一个更多的了解 刚才我们在那边看的是在九层楼的 那个房间的具体的样子 还没有摆上家居和装饰 现在我来到我身后的这个展示中心 可以看到样板间里边 你可以更具体的了解到 在列治文的一个三居室里边 摆好了装饰跟设计之后是什么样子 其实今天来看房真的不是我要买房 而是我要跟大家去展示一套 1200尺 三居室 这边叫3Bedroom 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套房间属于一个幸运的人 因为在BC省有一项叫做Dream Lottery 梦幻彩票的活动 这个活动你购买彩票就有机会获得 一份价值250万加币的一份大奖 这份大奖里边不仅仅包含了 带大家看的一套3居室 1200尺的9层高层的公寓 以及一套在温哥华市区的1居室的公寓 和价值3万元的公寓内的 以及一辆BMW i3 还有家居 你可以用来装点你的公寓 除此之外 还包括30万 不用再交税的现金的奖励 总共的大包是价值250万加币 而今天我带大家能看到的是 最具体最具象的就是这么一个公寓的房间 什么样子板件 你可以看到也是这样一个3居室 究竟装扮上了有家居的氛围之后 整个这样一个房间是有3个卧室 起居室跟卧室看一下 房间进来以后 往这边走是两个卧室 往这边走是起居室和主卧室 中间的这一大片 这个Island 那做饭的时候 或者是吃一些东西的时候很方便 然后往那边是整个一套 厨具的厨房的一些用品 然后做好吃的之后 就可以来到这边吃东西 以及在那边那个区域 可以沙发 看电视打游戏 我们到主卧室里面看一下 通过这个空间就到里边的两个卧室 那如果是家里面有孩子 比如说加拿大两个孩子是非常常见的 除了爸爸妈妈用一个主卧室之外 那孩子们就分别都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卧室 基本上就带大家看完了这么一套三居室 面积在1200尺左右的房间的基本的布局 除了带大家看一下 加拿大的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之外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这一则Dream Lottery 梦幻大奖 这么一个慈善的活动 人们可以去购买这样一个慈善的彩票活动 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 就会赢得250万加币价值 非常高的一个大奖 你去购买彩票的行为 不仅仅是去获奖的一个行为 你也是做慈善公益的一个行为 因为整个彩票的盈利的部分 会给到这边的Children Hospital 也就是儿童医院 会对儿童的健康 做出你的一部分的贡献 同时刚讲回来你的运气足够好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了 如果你对彩票这方面也感兴趣的话 其实也非去我的视频给出的网址 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是那个运气特别好的人 你会看完我的视频 再中奖 中到这套房子 别忘了分一包给我 开玩笑的 好了 看完今天的房子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内容再见 拜拜